天大地大 選民最大 今天在參加國慶大典 這個座位大概是這樣 馬英九 中美姓 王金平在這裡 這個副總統蕭萬長 朱書嫻 連戰 吳敦義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郁主席在這裡 吳伯雄在這裡 然後本來蔡英文如果來的話 他坐這裡 那因為蔡英文沒來 那麼這邊是國民南部長 廖廖宇跟宋楚瑜 好 那 這個郁主席 李光耀說不明白宋 為什麼認為他可以追上兩個人 那宋楚瑜說 蓋幫人數多少皇帝決定 你對宋楚瑜這個講法 你怎麼看 當然一個領導人做得好壞 當然會影響的啦 所以他在期待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可是李光耀說得很清楚 他是 我們大家也了解 綠營鐵板一塊嘛 到時候現在就算現在支持你 但是回去得多了 可是國民黨不是這樣子 國民黨沒有那麼團結 很多人對馬先生的意見上 他最後很可能不投票 那宋先生出來他可能投給宋先生 但是還有一部分 他可能就是不投票的 所以李光耀這個都擔心的是事實 不過我覺得宋先生選舉與否 到現在還是還不了解 他們說已經發出百萬聯署書了 而且宋楚瑜說15號要下鄉去開獎了 這是他那個 但是最後他還是一個模糊嘛 因為百萬聯署 所以你認為他有可能不選 我從開始就認為他這樣子 憲宏你覺得他會選到底嗎 會選到底 會選到底 那他聯署有沒有問題 我現在我這個 我導致對於說 綠營是不是鐵板一塊 我來提一個問題問大家 剛剛我們不是談蘇家權嗎 這個蘇家權這個事情難道對選票沒影響嗎 如果有影響的話就不是鐵板一塊了 好 農委 其實那個沒有錯 那個一個領導者的政策決定他選民的支持 我們有一份資料給大家看 這幾年來 你看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當時他們也碰到一個金融海嘯 可是就2000年到2002年的時候 那是全球的經濟成長率是3.5 那我們執政的時候碰到更大的金融海嘯 全球的經濟成長率才2.5 可是呢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它是3.1啊 我們是3.2啊 所以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之下 在馬政府的執政裡面 還可以維持這麼好的成長率 代表說我們跟丐幫的那個基地 沒有可以增加